大家好,我是And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京都就是我今次去旅遊的地方 今日我的拍攝夥伴就是富士的XE3 還有18-135的變焦鏡 由大阪前往京都大概1小時的車程 目的地就是京都市內的Riskalton酒店 拍攝的地點是鴨川河和高賴村附近一帶 高賴村一支船入 導遊先生將它簡稱為小橋流水 搖擺太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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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喜欢京都这个地方 永远给人一种安静 优雅的感觉 由高赖村一支船入 慢慢走到鸭村河边 京都鸭村 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这个河边 看看附近的风景 景物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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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次我带了这个富士的18-135镜头 希望下一次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去旅行拍片可以带什么机镜组合 在座话中复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京都果然是个古都 连山势都长和过其他的地方 一花一草 一石一木 都令人浑身舒泰 一花一草 一花一草 我这一套的拍摄装备 相当轻便 很适合带着它周围去旅行 而这支天涯镜 大约是等效焦它的27-200mm 相当之够用 大家下次去旅行 可以留意一下这一套的图装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片请你点赞订阅分享留言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